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很多直男还没有给女朋友买礼物 有可能很多妹子想自己给自己买个圣诞礼物 那我觉得除了那个look fantastic之外呢 我收到的这个我男朋友给我的圣诞礼物啊 我一直都捨不得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更让人惊喜的一款 那它这个里面的品牌呢 上面盒子上有写有YSL 有兰扣 然后有Urban Decay 还有科研士这几个品牌 还有一个V&R这个牌子 那这几个牌子我觉得都是比较偏大牌 然后比较欧美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品牌 所以我觉得相对于look fantastic这些比较小众一些的 不能说它产品不好或者怎么样 就是可能不是特别擅长美妆的女孩子呢 就不是太了解那个fantastic里面的产品 然后它的价值呢肯定是就是跟这个大牌 一线大牌是没有办法比的 那话不多说我们把这个箱子就赶紧给它开了 它是按照顺序数字的顺序 一二三四这样来排的 那我直接就从第一个开始拆 也许里面有不认识的品牌 然后之后我会把详细的信息打在下面的信息栏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开始拆 第一个盒子 它的盒子里面就是装的这个包里屋的纸啊 是这种黑色的纸就是 然后盒子是这种金银粉三色镶嵌的 那第一个呢打开是一瓶香水的一个小样 然后这个是这个应该是蓝蔻的 一个粉粉的一个香水 然后上面有一个小蝴蝶结 还挺挺可爱的 其实很少女心吧 就特别适合女孩子 随身带在包包里 其实我自己可能大瓶的香水 我用的不会特别多 就放在家里出门的话呢 我会用一些小样貌来包里 或者我会去买一些分装瓶去把大瓶的小 小那个大瓶的香水 装在一个一个小瓶子里 那其实你直接用这种小样的话 那就更方便 就不用自己一个一个去装了 拆掉的盒子我就拿出来了 之后就是拆掉的这边就会空着 那我这样拿起来比较方便 那我话不多说赶紧拆第二个 第二个是是科研式的一个精油吧 这个是Mayna Recovery Concentrate 是用于晚间的一个修复的一个精油 前两个就中规中矩吧 第三个第三个 然后它每一个都是这样包好的 这个包的特别好 第三个是这个一个蓝扣的 这个是一个卸妆油 所以有分离的一个眼唇蟹 应该是眼唇蟹 我不知道它是蟹脸部的还是眼唇蟹 上面没有写得很清楚 我之后去查一下信息 然后打在下面吧 这是一个蓝扣的一个卸妆油 第三个 这是大 我拆第四个 第四个也是一个很小的盒子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第四个我喜欢 这个是一支口红的中样 这应该不是小样 中小样吧 然后这个是YSL的一个唇釉 那我给大家试一下颜色 它是这种带一点点的那种玫瑰色在里面 就是比较适合秋冬的一个 号是什么 我看一下 这个是401 YSL401的一个唇釉的一个小样 那这个口红我还挺喜欢的 那拆第五个 我发现这个就是虽然都是大牌 但是也都是中小样为主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有一点碰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就是你不会每一个都喜欢的 那这种拆东西的惊喜感我就特别喜欢 一个一个盒子拆 然后你每天拆一个可能今天拆到的特别喜欢 明天拆到的SO SO 那我觉得这就是圣诞日历的那种 圣诞节日的仪式感所在 这是第五个 我废话好多 第五个是一个兰扣的 Custom Stopping Drop Champion Glow 也是这种中小样 但这个瓶子其实蛮美的 我觉得兰扣这种很经典的小瓶子 挺优雅的怎么说它的设计啊什么的 然后像这种小样 我一开始觉得好像很不值 但是我后来发现因为我经常要出差啊 然后无锡广州两边飞 然后带这种中小样就很方便 就不需要我再去单独的买一些分装啊什么的 第六个 赶紧拆 不然还一会儿出门又要迟到了 我就是一个就是 每次都是赶在出门之前拍视频的这种 拖延症患者 但是马上圣诞要过了 我赶紧拍出来可以给大家 就是有一个参考 这个第六个是 也是一个香水的小样 这是兰扣的 我之前自己是有的 然后我会我怎么用呢 我是把它就是盖子打开 然后放在我的台灯下面 让那个台灯的温度 包括窗台上阳光的温度 让它自己挥发 挥发 然后这个房间里就会香香的 就是包括你可以插一点 就是那种可以让它挥发的那个 那个精油的那个杆杆 对吧 这个东西 这一款是很经典的一个 香水款是我记的 但是我不记得名字了 我一会儿就是 我把信息资料我会打在下面 那第六个也是一个香水小样 这是我拆到现在第二个香水小样了 不能因为蓝蔻 就是香水做的还不错 就疯狂给我们小样吧 我觉得它的什么 就是什么眼不精华 这种小棕瓶小灰瓶也都不错 这个是第七个 看一下这是第七个 然后第七个我掺出来是 也是一个蓝蔻的东西 上面没有写的很明白 哦是一个睫毛膏蓝蔻的 睫毛膏的一个小样 OK蓝蔻的那个天鹅井 其实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就是它另外的一个型号吧 我到时候把资料查一查打在下面 它这个上面写的不是很清楚 那第七个是一个睫毛膏的小样 第八个 这个东西好容易捣 因为它有点矮 然后我把它变高了 就很容易捣 那这是第八个 第八个 我喜欢的东西来了 第八个 Active Your Activity Concentrate 这个应该是 就是那种保持年轻的一个助颜的精华 或者是去皱之类的一个精华 这个东西就很考验我的英文 就是你英文不好呢 你就不认识这个上面全英文的字 但是用我这种粗浅的英文水平 我基本上可以了解到它是一个 就是保持年轻这样的一个大概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具体我会打在下面 希望我没有说错 蠢笨如猪的我 然后拆第九个 哦 第九个是个大的 第九个是 上面都是法文 你是英文我还能认识 这上面都是法文 我要怎么办 是50毫升的一个 这个算是中样了 就不是小样了 中样 我快快的把这个视频拆完 废话少去 第十个 第十个 哎呦妈 我待会又要给你们看 我拆完之后的灾难现场 整个地面就很可怕 非常可怕 第十个 哦 第十个是Urban Decay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Makeup Setting Supreme Long Lasting 那这个应该是 是那个就是定妆喷雾 Urban Decay的一个定妆喷雾 然后可以持久保持 就是我们妆容妆效 他说Long Lasting 哎呦妈呀 你们开不开 我给大家表演一下 猪猪女孩是 精致的猪猪女孩是怎么喷 定妆喷雾的 我怕它喷到我眼睛的 喷不出来 喷不出来 好了 表演失败好吗 就我都摁了那么多下了 就是表演失败 那这个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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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十一个 又是一个兰扣的 是那个兰扣专厂嘛 这是第十一个 十一个 如果我没有猜错 这应该是一支 眉笔或者眼线笔 发文 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觉得这是一支眼线笔 因为它是黑色的 你不会用黑色的眉笔吧 嗯哼 好的 和善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我的妈妈 十二 哎呦 我这个大膀子真的胖 太丑了 十二 看好啦 这是第十二个 我有点受不了 我这个下面这一堆 我待会给你们看 非常的乱 十二个 好的 大家 这个前方播报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部 这里是拓麻鸽子小姐 第一现场播报 第十二个 还有十二个 对 第十二个 它又是一瓶香水小样 这是第三瓶了 朋友们 朋友们 这是第三瓶香水小样 为什么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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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礼盒里有这么多香水小样 就是 虽然我蛮喜欢用小样的 但是不要这么多嘛 第十三个 一 十三个很重 十三个是重重的一个金妥妥 不 一个黑妥妥 让我们打开这个黑妥妥 我 我希望是个精 好的 这个十三个呢 十三个 我觉得 这个包装非常的精致 虽然它又是蓝蔻的 但是 我觉得还不错 Absolute Absolute Premium 这个呢 我觉得 是个面霜 但是它上面全部都是发文 它都是发文呢 我就看不懂了 你们可以原谅我的吧 我要怎么给你们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 金妓的评级 嗯 嗯 金妓 精致的猪猪女孩用的 就很贵妇的评级 诶 十 十三个 是一个精致的面霜 OK 第十四个 十四个是个 轻轻的盒纸 轻轻的盒纸 一个轻轻的管装物品 不出意外 不 就是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它又是蓝蔻的 我猜它是一个唇釉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它又是一支 睫毛膏 这已经是这个开盒里 第二支睫毛膏了 I don't know 这是什么睫毛膏 它上面写的字 也不是很清楚 然后又是法文 我到时候把它打在下面吧 这个盒子里 为什么我已经拆了三瓶香水 两个睫毛膏 你可以告诉我吗 第十五个 朋友们 第十五个了 一共二十四个 我到底要拆多少支香水 多少支睫毛膏 好的 十五个又是一个小瓶子 怎么办 我看不出来 它是什么牌子 你们能看出来吗 我看出来了 它又是蓝蔻的 啪啪打脸 还开不开 非常的紧 这是个啥 这到底是个啥 啥也没写 就是全是法文 我看一下啊 Use Activity Smoothing Eye Cream 这是个眼霜 就是去皱 然后助眼保持年轻的这种功效吧 基本上就是淡化细纹这种功效的眼霜 然后 好的 蓝蔻 好的 这是蓝蔻专厂 我知道了 它写那么多什么YSL Urban Decay 都是骗我的 十六 童话里都是骗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都是蓝蔻 那十六 好的 十六是 十六是YSL 我这个相机好像对焦不是特别的好 那 大家 理解一下 因为它都是这种黑黑的东西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这是第三支 睫毛膏 我可能这两年的睫毛膏都要被这个圣诞领和承包了 好的 好的 No.16 我拆了十六个盒子 里面有三个香水 三个睫毛膏 不知道 不知道多少个蓝蔻 蓝蔻没有给我打钱 第十七个 第十七个 朋友们 这是第十七个 蓝蔻没有给我打钱 第十七个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这是一瓶粉水 不想说了 我也不想看了 它就是一瓶粉水 好的 下一个 好的 第十八个 第十八个 这是什么呢 它又是一瓶香水小样 香水小样 香水小样 第十八个 第二十个 第二十个 我相机又要没电了 我为什么每次录视频 相机都要没有电 第二十个 第二十个是科研式的一个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乳液 好像是 那个 你真的不要对焦一下我的瓶子吗 我已经控制不了我的相机了 我用的干反 为什么对焦这么不好 拆第二十一个 用我最后的一点点把它拆掉 好的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又是蓝口 眼霜吧 一个眼霜 挤出来 希望我没有看错 我英文并不是很好 最后三个 就是 拆到想叹气 这是第二十二个 二十二个 诶这个漂亮的 这个是那个 YSL的这个 妆前的一个精华吧 我记不清了 然后它上面也没有写得很清楚 我查一下吧 二十三个 科研师的 Powerful Strength Line Reducing Concentrate 然后它上面写了 百分之十二点五的维他命 和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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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精华 修复乳液之类的东西 没有写清楚 就这个小样它上面的注解 真的一向就是不是很清楚 拆第二十四个 这其实如果我什么都做完了功课再录呢 就没有拆个精细了对不对 所以我就 都是直接拆的 但没有办法 没有不认识一个东西 那最后一个 这是二十四个 二十四个是 又是一瓶香水 但这个不是难扣的 这个是 YSL的一个Black Oil 这个 它倒了就是香水想要 这是第二十四个 那我拆到这里 一共二十四个盒子 二十四个盒子 二十四个格子吧 然后我里面拆出来了四个 是四个吧 我没有记错 拆出了四个香水想要 三个睫毛膏 我真的是 好吧 就是它的 牌子呢 确实都是大牌 Urban Decay YSL 然后兰扣都有 然后这个欧莱雅的盒子呢 是以兰扣为主 然后香水很多 香水想要很多 然后就是 有品种有一点单一吧 不像Look Fantastic 给我之前拆的 就是各种各样什么 身体的啊 护肤的啊 彩妆的啊 口红啊 眉皮啊 然后高光啊 然后什么洗护用品 洗头发的啊 什么发膜 沐浴露 牙膏什么 各种各样都有 就它就比较有多样性 然后这个就可能品种比较单一 但是牌子呢 就比较大 那这个的价格也是 其实也是比较贵 这个要一千多块 嗯 最便宜也是要一千多块的 然后 怎么讲 怎么讲 就是各取所需吧 如果你是喜欢香水的人 你喜欢兰扣这个牌子的人呢 你去买 去购入 然后如果 喜欢 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有一点的那种人呢 那我就建议你 你可能去买这种 Look Fantastic 这种比较 花头巾比较多的 就比较适合 Hello 又是我 我发现我讲错了 我刚刚讲错了 我这个盒子里面 一共拆了 五瓶香水小样 大家记住 记住 不是四瓶 不是两瓶 不是三瓶 是五瓶 最后 来细数一下 到底有几个香水 一个香水 两个香水 三个 四个 五个 嗨香水 那我今天的开箱 就 录到这里啦 相机要没电了 我dem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